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輸入法 如果說這個APP您有安裝的 您可以從這個地方 它上面這個地方有一個輸入法的設定 輸入法的設定在上面這裡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進來之後 第一個你要把它改成用反體的 因為這個是對岸的APP 所以我會把它改成反體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如果想要把它設成離線也可以用 有沒有一個離線語音 它在那個上面那邊有一個離線語音 在上面這裡 這樣我這邊已經啟用了 就是你要下載一個它的那個檔案 離線的檔案 這樣的話即使你沒有連上網路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當然沒有連上網路 辨識的 正確率會降低 因為就沒有所謂的雲端大數據 就沒有雲端大數據 所以稍微比較差一點 好 那再來呢我們看一下 如果老師您比較常用某些磁庫的話 您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叫磁庫 這個地方呢我把它按一下 磁庫的地方呢您可以自行加 加一些您覺得您比較常用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在辨識的時候針對這些類別 比如說您有人文社會科學的還是隱私的還是這種有沒有藝術的啦 醫學的有比較多相關的這種術語在裡面的話 那您可以把那個磁庫下來這樣 磁庫不會太大 但是這樣對於就是您在使用的這個正確率來說 還蠻會提高 會提高 就是有關磁庫的部分 另外呢 我們在這邊還有一個就是這裡 您在設定我們這個輸入法的時候啊 下面有更多設定喔 點進來 好我會在這個地方把它那個輸入法的設定呢 這個輸入法的設定 它手寫的部分 像這裡有一個手寫有沒有 手寫鍵盤點進來 我會把它設為現在您所看到這一個 叫做多字連寫 也就是說我算是手寫輸入 可是我不是一次打一個字 它就變字 我可以一直打一直寫 比如說我寫兩個字三個字 像這個 它預設不是多字連寫 對啊對啊 疊在一起寫啊 所以我是把它改成這樣子 好改成這樣 那再來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寫字的時間 那個 輸入等待的時間啊 輸入等待的時間 我有稍微把它拉長一點 我看一下 輸入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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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大概就只調這幾個 所以您看到呢 我現在回到這邊來 我剛剛在這邊打字 中文字 一 有沒有發現我就一起寫 它就一起辨識 好這就是那個輸入連寫的部分 所以這個APP 輸入法的APP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你一定要記得 我剛剛講的 因為有時候你還是覺得怎麼樣 不夠嘛 所以你就是從這邊去切換 那麼如果你要 它還有一個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裡它也有這種表情符號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想用表情符號 一樣直接就有了 好直接就有 那另外 這裡呢 還有很多 你要輸入中文 英文 一樣從這邊切換 而且那個符號 有沒有標點符號都有 它這邊都有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常用的 常用的 所以 您可以照您的需求 去稍微試看看 那當然數字就沒什麼問題 在這邊 這樣還OK嗎 這個 可能要你自己用看看 你會比較有感覺 那最主要的是 它會幫我們加標點符號 這很重要 你就不用自己要去區隔開來 OK